拳击国手林玉婷在2024巴黎奥运 夺下台湾的拳击史上的熟面金牌 今天在英格国中 民间热爱体育人士 借由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梅和 以金牌师徒的名义 捐赠电动车回馈母校英格国中 同时号召了更多人 支持年轻学子的体育梦想 成为每位运动员背后的最坚强的后盾 奥运拳击金牌选手林玉婷 与教练曾自强 手举钥匙牌留下亲笔签名 民间热爱体育人士 借由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梅和 以金牌师徒名义 捐赠全新电动车回馈母校英格国中 希望让学校运动团队 未来在一地训练或以赛代训 能节省部分时间 更有余裕专心训练 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机会 可以抛砖引玉 那希望说大家各界 可以多多关于体育运动选手的 训练过程帮助我们可以 更永续的发展 希望说我们现在可以 也埋下了很多 很多颗种子 那未来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 发光发热 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是 希望说他们对于这个 梦想的坚持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那当然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有更多的资源在结合 希望这部梦想列车 我们就可以这样 从这边启动 林玉婷是英哥国小 英哥国中 英哥工商校友 夺下台湾拳击史上 首面奥运金牌 同时完成亚锦赛 亚运市锦赛 奥运金满冠 新北市政府强调 希望借由这份传承 帮助更多选手得到支持 成为每位运动员 最坚强后盾 台湾的精神就是永不放弃 我想这样的精神 传钱给学弟妹 是非常棒的一个 这个典范 我想工部门我们尽全力来 争取预算的这个争列 可是最重要一个是 这么多的民间 无形的力量的支持 可以让这样的一个 永续发展的力量 藉由各方的资源一起进来 政府媒合民间 以实际行动回馈母校 支持体育 希望号召更多人 支持年轻学子的体育梦想 记者曹岩城播成 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